欢迎收看第629期北京不敬音 我们这个频道呢是关于观念的频道 那么我们希望人们的观念去更新方向是什么呢 是朝着文明的方向 那有人说了你那你北京所说出来的话 你所输出的观念难道就代表文明吗 代表不了 我觉得我只是一个非常在意这个事情的人 我希望呢通过我的节目啊 通过一些对话的形式 可以让大家一起去探讨 一起去思考 我们究竟怎么做才能更文明 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 可能又要招人骂了 我想做一件事情 就是给王志安 林生亮 还有我自己啊 给我们三个人上一堂关于文明的课 跟大家一块探讨 如果观众朋友们呢 在这个过程中也能有所收获 那就再好没有了啊 这个事情呢 从哪说起呢 就是发生在昨天啊 在推特上 王志安呢 先发了一个推文 这个推文呢 其实不止他发啊 之前已经有很多的媒体号都发过了 是来自中国墙内的一个微信截图 这个微信截图里呢 就有一个中国的这种基层的一个干部啊 然后去发表了一通的仇日言论啊 就是说要杀日本人 说这是共产党的纪律啊 等等说了一些这种啊 非常难听的话 有人质疑这个截图的真实性啊 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个截图肯定是真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那个截图里啊 除了这个人之外 还有别的人去反驳他啊 那么在反驳他的这些人里边 其中有一个人 是我的朋友 我一下看到了他的名字 还有他的头像 我就把这个截图 荡下来 我就微信发给他了 我说 你都已经传到推特上去了啊 然后他就说啊 是这么回事 说看到有人发这个言啊 他也气不过啊 要怼对方 所以这个 从这个角度去验证的 这个截图啊 是真的 所以这里边有一个问题 就是王志安 他们在发这个截图的时候啊 所有的这个名字啊 全都没有打码 就这么发出来了 这里边有一点 有一点需要说的啊 就是这是一个微信的 一个他们自己 一个群内的聊天 他不是说 我们在这个推特上的 一个互相之间的对话啊 你可以截图 你可以到处去发 因为本身就是一个公众的平台上发生的事情 但是微信 这种微信群里不一样 他有一定的私密性 这是有一定的隐私性的 你想要去批评 这个基层干部的他这个言论 仇日的言论 可以啊 但是呢 你最好把这里面的人名去打码 因为毕竟很多人还是不支持他言论的 比如包括我那个朋友啊 这个名字就被发出来了 那所有发这个图的这些媒体号里边 我就看到了一个媒体号 是对这些名字进行了打码处理的 就是李老师啊 不是你老师这个平台 所以这就验证了 我之前跟大家推荐的 就是如果你要投稿啊 不要去投给像王志安啊 或者什么二代 就这种这种所谓的大队啊 不要投稿给他们 因为他们没有专业处理 能保护你隐私的这种观念啊 他也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 那么李老师这方面肯定做的是最好的啊 所以从这又又反复验证了 那么今天呢 不是说想要借这个事又去批评王志安啊 我只是想说呢 呃 王志安在这方面对关于隐私的方面 其实他有很多的一些误解啊 一些错误的观点啊 是不对的 包括他自己之前所谓的被开河啊 包括他一直渲染的 他和他的员工的隐私 受到这个呃 威胁等等呢 他的很多的这种论据和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啊 我们今天不想在这里去批评他啊 就是论事的说 呃 我希望呢 王志安在之后呢 更注意这方面的事情啊 因为你毕竟是一个有这么多订阅者 这么多粉丝的一个大V啊 你的影响力很大 所以你做的每一个事情 比如你非常的呃 去考虑这些隐私啊 虽然是发生在中国墙内的事情 中国人也有隐私啊 这是平等的对吧 你如果很在意 并且把这个理念灌输给你的受众 那我觉得你可以影响几百万人 对吧 那么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啊 所以今天这堂课呢 先给王志安说啊 希望他呃 在我们的这种啊 批评声势中呢 可以吸取一点这样的教训 一点一点的变好啊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出发点 好啊 今天说到后面的这个更重要的部分了啊 林生亮呢 林生亮昨天呢 有有一个事情 那也跟这个隐私有关啊 林生亮是之前来过我这个北京对话的一位嘉宾啊 他呢 这两天呢 发了一个照片在推车上 是之前这个 十岁的那位日本日本小朋友啊 深圳那位遇害的日本小朋友 据说是他的照片 笑得非常灿烂啊 他就把那张照片发出来了 说说这个是那个小朋友 这个行为呢 是有问题的 那于是呢 这个推特上有一个人呢 叫JJ JJ我原来也推荐过他的频道啊 一位 呃 女士啊 那么JJ呢 就 爱特了林生亮 就问他 说请问你这张照片来自何处 公开发表 经过死者父母同意了吗 死者家属享有隐私权 而且未成年受害者的个人信息 本就被法律保护 请问如果未经同意 你的公开和传播 是对死者和家属的尊重吗 还是对他们的伤害 如未经同意 希望你能尽快删除并道歉 这个是JJ的一个 对林生亮的提问啊 我觉得这些问题都问得很好 对吧 你发了一个照片 究竟有没有经过死者家属的同意 我们换位思考 你如果是死者的家属 你肯定不希望这个照片 飘的到处都是 不问你这个出发点是什么 你说希望世人都记住 这个善良的 可爱的小男孩 但是如果他的父母希望这么做 那么他的父亲写那封信的时候 那直接把自己儿子的照片 附上去不就行了吗 那你并没有征得别人的同意 那么这个照片在网上到处去传的时候 一定会再次传到这个小孩的父母的眼里 对吧 那这是一个二次的伤害 所以这是有很大问题的 我觉得JJ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 但是呢 林生亮是怎么回答他的呢 林生亮说 我要告诉你 问号 你以为你是谁 问号 这个态度就相当恶劣了 对吧 好 接着呢 JJ就说他说 既然你回复我就说明你看到了这条信息 如果你已经经过死者家属同意 那我愿意公开道歉 但如果你没有经过受害者家属的同意 就发布未成年人照片 我指出这种行为涉及对不尊重死者 以及侵犯隐私 出于对死者和家属的尊重 建议你删除照片 那么这个事情呢 他的这个回应 我看了 我是觉得很不舒服的 我觉得JJ的发问是很 就是没有任何过格的地方 没有什么人身攻击 而且当然也谈不上什么友善 就是很中性的问你这个问题 对吧 好 于是呢 我就去转发了这个事情啊 我说林生亮 请你回答 请你回应这个问题 然后at林生亮 结果呢 林生亮就回复我说 说他是谁呀 问号 他以为是谁呀 就是他 男的他 男的他和女的他 一个斜杠 在一起说 别打着女权来碰词 要碰词找他自己的父母亲 或找共产党 他懂得什么法律 哪一国的法律 这是林生亮给我的回复 就也是很不客气了啊 那我觉得 首先我不明白 这跟女权有什么关系 那当然JJ是一位女权人士啊 但是他的这个发问 跟女权没有任何的关系啊 好 那么林生亮这么回复我呢 我就也回复他啊 我说我说林生亮 他 或他啊 下滑线了 我说不需要是谁 他可以是任何人 我也不觉得他在碰词你 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而你一直在回避 这个问题很简单 我再问你一遍 你发这位受害的十岁日本小朋友照片 有没有经过他父母的同意 如果有 你可以大方承认 如果没有 你应该道歉 并且删除 那么我发完这个之后啊 那么林生亮又回复我 他说 我有没有都不需要告诉他 也没有义务告诉你们 不喜欢绕着走 凭什么要跟他道歉 为什么要删除 网络是你们家的呀 对 还是这种态度啊 那么 持续的这种态度 那我的态度也就变得不好了 所以我回复他 我说 林生亮 你这种认知和态度 就不要反共了 你用侵犯别人隐私的方式 在互联网上为所欲为 你这是在作恶 建议把你自己挂在你弄的恶人榜上 你死不认错 以后也没有资格要求别人认错 我对你很失望 取关了 言至此 于是我就取关了他了 然后呢 这个里面呢 还有一点啊 那么JJ也做了一个回复 因为林生亮说 你说的这个侵犯隐私 是哪国法律 对吧 JJ就拿出了论据 他说什么呢 他说 如果他要说法律 我们就来看看 受害者是日籍父亲 也是日籍日本法律适用 个人情报保护法 网络犯罪法 以及民法和刑法 未经同意散布涉及受害者的照片或信息 如果对受害者家属造成情感上的损害 家属可进行民事诉讼 说只要指出他的行为不妥 就是碰词了 他如果真被告 也是活该啊 就说这个林生亮 那么当然了 这个是我们知道 这个受害者的父母 大概率是不会说 知道这个 有这么林生亮 那么一个人去发这个照片啊 并且去告他的 对吧 这个是一个 亲属告了 就是告了 没告 就是没告啊 但是我们说这个行为本身是不文明的啊 就跟这个王志安不打马是一样 这样的行为我们要拿出来去探讨一下 其实如果是能有一个有有好的一个环境啊 把这个话能说明白 那么做错事情的人进行道歉 并且改正 我觉得对于整个修正 这个华语圈的一些模式是有好处的 对吧 那么当然了 这个林生亮这种态度是不 是是无法达到这个目的 当然我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 我后边来分析啊 那么之后呢 林生亮就录了一个 一个一个视频啊 那么就是呃 去去辩解自己这个行为 而且呢 是不停的在针对这个JJ啊 他说啊 我去看了JJ的主页啊 说他没露脸 他还是个什么女权啊 然后就对女权又进行了一番嘲讽啊 这个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关联 因为这个事情 本来是问你发这个照片跟隐私什么的 就是JJ从来就没提过 这跟女权有什么关系 对吧 你不能因为JJ本身是一个女权人士 然后你在这就 把这个话题给偷欢了啊 其实还是在回避问题 他从始至终也没有回答 他到底有没有经过他父母的手 其实肯定是没有 对吧 那他就是死不认错了 所以呢 我就也很生气了 我就又发了一条推文 我说 我说所有靠编造材料 取得政治庇护的所谓反共人士 都值得我们始终去质疑 因为造假的人 道德水准很低 他虽然反共 但他对于作恶也很熟练 另外 关于林生亮 我再补充一句话 他过去是个锅粉 在荷兰是否涉及农场等事 我不清楚 但我与他对话时 明显感到他并没有反思此过往 人不是摇身一变 举起反共大旗 就可以一切都翻篇了 王静渝事件告诉我们 反共 有时是口号 有时是生意 郭文贵 李洪志 不都一样吗 反李洪志 反郭文贵 反王静渝的人 也同样有可能是魔鬼 我觉得我这个话呢 其实倒并没有说错啊 但是在昨天那个节点上说呢 实际上我也有点 有一点上纲上线 有一点把这个话题去 就没有针对这张照片隐私的话题 去专注的去说啊 我又说到了其他的事情 因为之前跟林生亮在做对话的时候 关于他之前是一个郭文贵的粉丝啊 然后包括这些事情啊 其实并没有聊得很透啊 我也不是很满意呢 那部分 所以呢 我也就在这一块就说了啊 那好 我们来分析一下啊 在整个 因为今天这堂课啊 给王志安上 给林生亮上 也给我自己上 就是我们为什么把这么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就是你发一张照片 因为很多的华语圈的人并没有意识到 就是你在发 尤其是发这个中共啊 中国墙内的这些一些人的照片啊 或者信息的时候 大家就那么很呃 完全不尊重对别人隐私的就发出来 这是一个值得去聊的点 对吧 那么为什么不可以聊啊 最后就变成了类似要都要吵架啊 取关这种地步 于是呢 就昨天跟那个 呃 嘉宾啊 前来林女士 我们对话完之后啊 前来林女士又给我发了一段文字啊 就提到了一个叫哈贝尔公民对话守则啊 这个是想今天给推荐给大家的 我觉得可能非常有利于 以后我们在这个 华语圈这个公共的平台上 大家讨论一些问题啊 如果能遵守这个守则 就会减少这次这样的一些冲突啊 这个守则呢是杰克前总统哈贝尔啊 他们在1989年90年那会儿 跟他的伙伴们啊 一起提出来的 就是希望能够促进啊 开放理性和尊重的一个对话原则 这个守则呢 一共有八条 第一条 对话的目的是寻求真理 不是为了斗争 那么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这个这个其实林盛亮在这点上 就是有一点 刚开始他就感觉是要斗争 对吧 就是好像你说我发这个东西错了 就是争一个输赢 你让我道歉啊 然后你你是谁啊 你凭什么让我这么做啊 这是一种斗争 不是说为了我们都去探寻啊 发这个照片 到底这个隐私啊 法律啊 道德呀 符合不符合啊 这是我们想追寻的一个真理 但是大家都偏离了 全都变成了一种斗争 对吧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啊 不做人身攻击 这个很多人也做不到啊 因为一吵起来就先是人身攻击了 三 保持主题啊 这个这方面你看林盛亮一直在回避主题 又扯到女权 对吧 又扯到这个又扯到那个中共迫害什么的 然后呢 我也是啊 我也没做到保持主题 本来是聊这个照片隐私 然后又扯到这个古文贵 又扯到这个反共 又扯到这个林盛亮做的恶人榜 就又扯到这些事情了 对吧 就没有能够保持主题 我觉得这方面JJ做的不错 对吧 始终是在说这个照片 这个主题啊 没其他的跟主题无关的 他并没有回应啊 这点非常的棒 第四个手则啊 辩论时要用证据 这点这个JJ做的也很好 对吧 法律证据拿出来 贴给林盛亮看 对吧 这个我跟林盛亮都做的不好啊 第五点 不要坚持错误不改 这点要严重的批评林盛亮啊 就是死咬住错误不改啊 当然王志安也是这个毛病 对吧 人家说他的错误说 就死咬住不改 要么就是嘴硬啊 辩解 要么就是不回应 装死装傻啊 这都是不好的 第六点 手则呢 是要分清对话 与只准自己讲话的区别 你不能堵人家的嘴 每个人都有这个自由说话的权利 对吧 第七点 对话要有记录啊 这当然我们现在在推特上 这些东西都是有记录的啊 只要大家不删都有记录 好 第八点 尽量理解对方 这个很重要啊 就是说 我们能不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 去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的一个反应 这个是我进行了很多的一个反思的啊 我觉得林声亮为什么会是这么一种感觉像一个刺猬一样的反应呢 就是JJ一说啊 你这事做错了 如果做错了 你要删 你要道歉啊 然后他马上就就说 就说你是谁啊 你你凭什么说这话等等的啊 为什么是这么一个反应 我觉得啊 我揣测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林声亮长期的做这个什么恶人榜啊 去这个揭露中共这些迫害一些事情啊 当然中共那边可能也给他一些压力啊 所以他是不是在这个点上过于敏感啊 觉得你是不是一个过来啊 其实因为我反共 所以来碰瓷 找的这个照片的这个借口啊 是不是在这个点上 他就把这个东西自己去升华了一下啊 有可能 所以他比较敏感 然后呢 其实包括呢 平时呢 可能跟别人经常的去这种言语上的争斗啊 所以他的这个第一个这种反应方式就是这种冲突式 这是我为他想的啊 因为林声亮做这个恶人榜这个事情 我还要说一下 也涉及到隐私 之前我们对话的时候 他他自己提到 对吧 除了这个 比如说这个攻击法系统啊 谁是谁 中共内部的谁作恶啊 让他们把人家的这个隐私信息全都发出来啊 以示威慑 但是同时他们也会把人家的老婆呀 孩子呀 这些的信息 他们有时候也会公布出来啊 那时候我在对话里 我就质疑了他这点 当然了 北京对话这个平台呢 我的 我的原则是呢 我尽量不过多的质疑嘉宾 因为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让嘉宾 把他的话都说出来 对吧 我只是一个引子 所以有些观点我可能不是很同意 但我不会在那个这个北京对话节目里啊 去那么针锋相对 因为我们得保证这个对话进行下去 你得让人家把话说出来啊 因为如果我完全去challenge他 那对话就可以结束了 对吧 直接吵起来了 没有意义 好啊 所以说回来啊 我今天想做这期节目啊 就是说啊 我觉得人无完人啊 不管王志安啊 林生亮啊 包括我啊 都有很多做的不好的地方 我们看看就是包括平时在网络上啊 大家如果在推特上去玩的话 也可以去反思一下自己 就我们在有一些观点之争啊 对吧 然后也去观察别人是不是做到了 如果大家能在这个守则的这个框框内去讨论问题 我觉得会非常的有助于整个这个华语圈的氛围的改变 所以我想想啊 说什么呢 就是这个隐私这个事情啊 我们就说到这儿啊 我觉得还是要 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啊 如果未经这个别人父母的同意 你不能够发这个未成年人的照片的啊 那么所以林生亮这个事情我觉得做的还是不对啊 那么当然了 他拒绝去删啊 因为这个东西的现在这个观看量也很大啊 流量也很大 那么已经传播的很广了 这造成的这个影响 他我不知道啊 他会不会看到我这期节目啊 如果看到我希望你啊 林生亮你还是考虑一下啊 因为我们心平气和的来说 我觉得这个事情你做错了 你道不道歉 你向谁道歉 你自己去考虑啊 那么当然这个这个照片 我希望你还是能删掉啊 因为这个确实你不符合一些法律 那么再从这个道德上来说 也是不符合的啊 多注意 那么王志安那边 我也是希望他能把那个 截图啊 你发这些东西 抢那些信息 你该打码 你又是一个记者 这方面你应该是很专业 你应该是懂的 对吧 你不能够在推特上那么放飞自我 有些事情做得太出格 那当然了 关于王志安的问题啊 我们 我这样啊 我这期节目之后 我马上我再做一期节目 为什么呢 因为明天呢 我想出去散散心啊 就是出去玩玩啊 所以明天呢 我就不做节目了 那么今天我再多做一期节目 等于放到明天的时候 再展示给大家看 当然了就是我开一个会员先先看吧 那可能会员可以现在就看 那么你不是会员的没关系啊 你看完我今天这期节目 然后明天啊 差不多同一时间就看明天的这个节目啊 不影响这个日更好吧 所以明天那期节目里 就是我一会要录的这期节目里啊 我会好好的分析一下 王志安的一个问题 我们从一个病理学的角度啊 我觉得他呈现出了一些这种 就是病态人格所反映出来 就是他在网上表现的啊 我们不要从那些什么 大外宣因谋论的这些角度去分析他 我觉得从一个心理学的角度啊 他的有些表现 是值得去大家关注一下啊 我们所以下一期节目 好好聊这个话题 好吧 好 那我们今天这堂文明课就上到这里啊 希望包括我在内啊 所有的人都可以 呃言行上啊 变得越来越文明 当然那个前提是你的观念上 要吸收啊 这些更先进的 更进步的 更文明的观念 一定要改变自己的观念为先 啊 我们也都向这个JJ学习啊 我觉得他这一次做得非常的好 感谢收看 订阅 分享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